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怎么样在github上面发布一个顶级域名的网站 前两期影片我给大家介绍了怎么样在google drive和microsoft onedrive上面发布自己的静态的网站 很多小伙伴反应他的访问的速度是有点慢 本期的内容涉及到几个概念 一个是在github上面注册一个账号 并且通过github desktop对我们网上的数据仓库进行管理 最后我们能够发布出一个基于html的github网站 好了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 直接到网站上去操作一下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到github网站github.com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使用的话 我们需要sign up就在这注册注册的流程 我们看一下 好注册完了之后我用我自己账号登录 sign in 就每一个我们就是我们一个数据仓库 然后我们要点这个new 绿色的这个new 好我们要发布一个网站的话 我们要在repostry name这里输入big方方 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honor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用户名 然后我们输入点github.io 好它有一个勾出来就说明我们是可以用的 一定要是这个形式我们才能够发布我们这个github用户的一个网站 以后我们就用这个网址来进行访问的啊 好我们这描述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输啊 我就是一个website好这边我们都可以不输我们createrepostry创建好到这一步他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命令行的command line的这个方式来创建一个新的数据仓库也可以将我们这我们都不用做了啊 我们已经创建好了这个数据仓库 然后我们在setting这里看一下点击setting啊 我们看一下鼠标到最下面有一个叫github page看到吗 这没有东西啊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deskdesk github我们打开desk github首页啊 他会判断我的操作系统是macos的或者你的windows都是可以啊 我们下载一个他的桌面版的github管理工具 我们看一下他界面就这样子 这边是当前的数据仓库名称 这里是当前的一些文件以及他的历史记录 这边是他的代码的管理好 我们download好很快下载好了 我们在find当中显示我们解压得到一个app啊 我们打开如果是windows的话没有关系啊 都是一样操作的 如果你第一次打开的话 他会让你做一些开始操作的一些引导 比如说第一次要安装一个testedit 创建一个branch修改一个文件 建立一个commit然后发布到github 然后打开一个proquest啊 这些我们根据他操作一次不是非常的困难 这个软件是github官方提供给我们对这个数据仓库 广站上的这个创建好的第一个数据仓库把它克隆下来 克隆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你这没有的话 我们点击刷新一下 这里会有你自己的一个github.io的这样一个数据仓库 我们点击好我们点击这里啊 然后这个local path就是你对这个数据仓库进行下载下来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地址啊 我们自己记住你可以选择另外的一个文件夹我们clone我们clone下来了 然后我们打开我的这个本地地址github啊 这是我的github本地地址啊 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 像我们下载好的这个html文件包打开 我们把它全部复制粘贴到我们剪切板 然后到我们刚才github数据仓库的这个对应文件夹 我们把它粘贴进去 我们回到这个desktop管理界面 现在对应的这个正在操作的desktop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github.io 这里面多了很多的文件 这边我们点击啊 commit to master commit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将它加入到我们gith这个库 我们输入叫add 任何的文本都是可以的 add new file 我们新建文件啊 然后这个地方它就变成了commit to master 就变成了一个深蓝色就可以点的状态 刚才是灰蓝灰色的啊 我们点击啊 好等到commit完了之后 我们要点击这个publish to branch 就是发布到我们网上的这个github上面 相当于上传 好我们点击一下 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打开刚才我们新建的big方方 也就是你们自己斜杠你们自己的这个主页上面 我们看reispostry有一个数据仓库 并且这里面是有html的啊 看到我们打开点击进去 我们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刚才用desktop这个桌面工具上传上去的所有的文件 好这个时我们点击setting 看到鼠标滚动下来到最下面的页面 好这里出现有不一样了 跟刚才不一样看到吗 your site is published at这个网址啊 这个网址啊 其他我们这里都不用管它啊 我们打开这个网址看一下 我们复制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们将自己本地的html文件发布到了github上面 我们如果经常逛科技类的博客的话 会经常会看到这个后缀的网站 这个后缀就是我们在github上面 任何人发布的网站都是可以的啊 它是免费的空间 这个网站其实已经很专业了 看上去github io 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技术大牛一样的感觉啊 其实我们想让它 但这是一个github上面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域名啊 我们是一个二级域名 那么我们想让它更加看上去专业一点 就是我们要注册一个自己顶级的域名 那我们可以到阿里云啊 腾讯云啊 然后国外go daddy啊 namechip上面去注册一个我们的国际域名 我现在呢为了演示 我们在free now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这个free now上面 去注册一个免费的域名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free now 怎么样去注册一个免费的国际域名呢 可以看这个卡片啊 那期影片我有详细的介绍 我因为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我直接登录 在servicesmydomain 我们在free now上注册好bigfund.tk这个域名 我们再打开cloudfair cloudfair 我们已经有了啊 cloudfair 第一个sign in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可以注册一个cloudfair 好我们到这一步点击添加 站点我们将刚才的域名复制进去 bigfund.tk 点击添加站点 选择0元的这个free的计划 我们确认计划 它会扫描你域名是否有dns记录 好我们点击添加记录 类型我们选择cname name我们选择3w 目标 此处的目标 我们选择github当中 这一串 也就是这一串啊 我们把它复制 将http冒号斜杠斜杠删删 删除 以及最后IO后面的斜杠也删除 tl自动代理状态 选择以代理保存 继续好 他检查了一下 发现我现在这个域名注册机构提供的DNS服务器是free now 我们要将它更改为cloudfair 用cloudfair做域名解析 我们先将它复制 我们打开 我们将它复制 打开free now bigfund.tk 我们打开manage domain 我们选择第三个标签managementtoys 点击小三角 我们第一个nameserver 它现在使用的是默认的defaultnameserver 我们将它选择为第三方的nameserver customnameserver 我们第一个nameserver服务器名称填入cloudfair 然后将第二个nameserver服务器复制复制 将它填入nameserver第二个我们粘贴 好我们changenameserver 我们这边已经操作完成了 我们回到cloudfair 完成检查名称服务器 这里默认为完全 好始终使用https 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点击完成 我们立即检查一下 是否已经指向了cloudfair 它说要等待 我们再点击这个小云朵 看它正在等待处理这个名称服务器的更新 好这时候我们打开网址p.pe 这个时候显示yourip 是我的ip 现在是美国的加州洛杉矶 我们输入3w.bigfund.tk 我们新注册的话 我们一定要拼一下 它拼出来 可能是field result 这个时候要等待 要等待大概10分钟 它说是要24小时内 10分钟 我们够一下 够一下这里我们将这一串ip 拼击地址复制 在网页当中打开 粘贴回车 好我们看到一个github返回的404错 我们还漏作了一个地方 在这里我们回到我们的刚才新建数据仓库 在setting这里最下面github page 我们要将custom domain输入3w.bigfund.tk save 我们再回到这里 好看到它已经将我们发布到这个域名下面 再打开这个site 我们刷新一下 好 它已经成功的将我们github上面发布的网站 指向到了一个国际顶级域名下面 并且通过cloudfair来访问 我们访问 我们使用之前 好我们打开这个网友提供给我们一个 里面mp4文件啊 我们经过加速之后 是非常快的 现在是网外的一个环境 我们把它切成内网 我们不用vpn了 我们试一下 也是非常快的 好了经过我们刚才的操作 我觉得最最困难的是 可能github这个概念 这个软件的使用 对它进行一个上传下载的一个操作 另外我再重申一下freedown上面注册免费的域名之后 我们要将它的dns更改成cloudfair的dns 在cloudfair当中做一个cname的域名指向 它整个流程就是这样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如果你对我频道分享的内容感兴趣 你也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 我的频道会定期分享一些 我在it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小分享 以及youtube运营方面的一些心得 我是大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可以订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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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订阅一下